超过450名居民今天共同参与红帽桥与盛港溪的植树活动 齐心协力为我国绿化尽一份力 李显龙总理和基层领袖在烈日下卧旗产子一起种下七棵树苗 小朋友也积极加入,一同为树苗灌溉 除了植物活动之外 现场还举办了紧扣绿化课题的嘉年华会 提高居民对绿化环境的意识 李总理也在活动上颁发奖项 给在红帽桥紧促社区比赛中得奖的社区花园